那天上午 是我和方正东老师 在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的第一次见面 这里是中国第一个高山珍稀植物园 园区就地保护高原植物620多种 千地保护国内外野生和栽培植物400多种 方正东老师在这里 为宾威植物搭建了一座诺亚方舟 前面这一株是当时千地保护当中的 第一株栽在植物园的那个中殿刺梅 它这个花儿还有很大 中殿刺梅它是原来只有小中殿那片才有 因为当时小中殿要建一个水库 淹没区里面通过我们的调查和评估 有300多株要不淹凉 我们就把300多株都移栽到这边 另外它这个物种的话它数量特别稀少 云南省农科院的调查 评估下来 总的种群数量只有5000多株 那现在有多少 我们通过苗铺的繁荷以后 每年可以培育1万株 每年可以培育1万株 圆区原地保留建设前 因放牧扰洞形成的原生草本植被 和人工挖沙采石形成的十多个沙坑 道路 历经20多年的修复 这里已经变得生机盎然 而这套使用当地物种 方叶是植物园现任园长 从小跟着方正东老师在园区长大 紫城复业后 它不仅管理着园区的日常运营 还常年带着团队奔走在高山上 进行以外监测 为了观测全球气候变化 对高山物种分布和植被变化 造成怎样的具体影响 2005年至今 他们牵头持续开展Gloria全球气候变化 与高山植被变化监测与研究项目 建立了香格里拉大雪山 德青润子雪山 梅里雪山 维西麻吉娃雪山 玉龙县老军山 五个项目的永久监测山峰 共17座 封正东老师说 这些植物跟人一样 都需要一张身份证 梅叶的褶皱 花瓣的纹路 似乎都对照着过往高寒缺氧的气候环境里 他们承受冰冻 抵御寒风 撬动沙石的顽强生命历程 这个表就是它的答案信息 采集时间 采集人 和产地 海拔雪山 海拔4040米 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 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 我们前往隔山乡的一座雪山 尝试找到答案 刚才你在标本上见到的绿容号 就是这儿了 在这里就开始出现了 这里应该是最实环境 它的海拔已经到了4300多米了 这个绿容号它是单次开花 单次结石 但是开完花结完果 它的这个母猪就死掉了 然后它就依靠这个 靠种子来冲 这个种子就有风吹的时候 它会自然的会抖出来 抖到这种流石碳的环境里面 它就容易生长出来 我看见这个很可爱 这种是苔藓类吗 长得有点像苔藓 长得像苔藓类 但是它是高等植物 它这个植物叫雪菱芝 好漂亮你看 这些都是它的小瓜 这种叫电状植物 它这就是植物长期适应高山寒冷环境 演化出来一种生活性 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抱团取暖 它长成这样一团 可能要花好几十年 好几十年 如果大的要花上百年 站在高处 四望漫漫 深如一叶 万物各得其合已生 各得其阳已成 在人与环境冲突愈加激烈的今天 哪怕穷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也希望能在人与自然的隔离墙上 打开一个窗口 让那微小的缝隙间 透进一束顽强的生命之光 我给大家拍张合影 我要拍了 看我这儿镜头 一二三 茄子